古墓奇兵崛起已經發售 欸 什麼 已經發售了 哎呀 因為《古墓奇兵崛起》被近期的遊戲大作給淹沒了啦 玩家趕快回來玩啦 都已經出了最新的 DLC 了 不要再觀望了喔 要不然插盒子又要哭哭了啦 在今年 Game Awards 2015 上 《古墓奇兵崛起》釋出了全新的 DLC 預告 這次的全新章節 The Temple of the Witch 將帶玩家們體驗神話女巫的駭人故事 新內容除了有額外故事劇情外 還有新的敵人單位及道具 整個 DLC 完整內容 將在 2016 年 1 月釋出在 Xbox One 主機上 沒有買 Xbox One 主機的玩家們也不需要擔心 官方表示這次的獨佔只是搶先推出 PC 版及 PS4 版的玩家 將可以在日後玩到相同內容 而先前《古墓奇兵崛起》發售時 受到大作《逸城餘生 4》 《決勝時刻》《黑色行動 3 》等影響銷量 不如預期一試 也讓重新開機的蘿拉快要被玩家們遺忘啦 希望這次的 DLOC 能刺激到 等不及再過年期間玩到遊戲的玩家囉 《怪奇兵崛起》 《怪奇兵崛起》 《怪奇兵崎》 《怪奇兵崎》 谢谢大家